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比赖 欢迎来到密度阵线 印度人就算死 也是带着笑容去死的 这两天我在网上看到这个话 有人说这个话是矮大井说的 我不管他这个话 是不是矮大井说的 但是呢我最近 我就在什么头条网 还有其他的一些网上我看到 在印度这个疫情失控 这个之际 有他妈一些硬吹 我觉得咱们中国人 真的就是人口多了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他们还有硬吹的 居然在头条 我看到吗 还有个几万个粉丝 有这样的货色 这一集就来讨论讨论这个事 还有呢就是 什么呢 世界卫生组织的首席病毒科学家 流行性病毒科学家 他说 根据他的建模 根据他的了解的真实情况 和在印度 这个有 也有些侍卫的人员 在那边 他了解真实情况 印度的真实情况 是现在数字的20至30倍 也就是说 之前有个网友 有个老乡 有个网友 有个老铁说的 说该的30万不算什么 死30万才算事 这话不 你说中了 你中了大奖 我跟你讲 你这话你绝对说中了 他 按照这个世卫首席专家 首席科学家 就是大家知道 世卫组织 WHO 他必须是全世界最顶级的流行病毒专家 才能去那个里面 他说的话绝对是有权威的 对吧 之前美国密西根大学的 这个印度盟友的 这个国家的 这个科学家讲的 还是太保守了 他说是 四到五倍 但是现在首席科学家讲 20至30倍 也就是说 一天印度要达到 1050万人 五月中情要达到巅峰 预计是 印度官方数字是50万人 那实际上是1500万人 那么死亡 起码一天达到30万 那么这样的解释 就是合理的 咱们破案了 咱们明侦探柯南 咱们破案了 哦不 明侦探柯南是日本的 神探狄林杰 咱们都破案了 那 这就能解释 为什么现在 印度现在 只要有空地 只要有柴火 就堆着烧死人 那这个解释是合理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整个德干高原 变成一个焚尸 巨大的焚尸炉 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难怪我说这个 阿富汗 巴基斯坦 尼泊尔 孟加拉国 斯里兰卡 要要求中国召开紧急会议 而且我看到外交部的这个辞令 是非常的严峻的 汪文斌说的 中国 这个百分之百 高度的关注印度的疫情 毕竟大家都是邻国 包括那几个国家 也都是邻国 都非常恐惧 官方 官方都非常恐惧 我们呢 主要是什么 远离西藏地区 可能没这种感觉 但实际上来讲 这个确实是很恐怖 你想想看 我就这样算 他到五月中旬 我算他五月到十五号 还有二十天时间 对吧 今天四月二十六 差不多 二十天时间 那么每天 我就给他再保守一点 每天是 这个一千两百万人赶来吧 那么也就是说 二十天是多少人赶来 大家算看看 两亿 二十天算他是一千两百万人赶来吧 是两亿四千万人 对吧 两亿四千万人赶来 那死亡按照每天三十万人来算 六百万人 六百万人 那这个数字还是在造假 真实情况 一定比这个更加严重 不然的话 莫迪为什么会说 印度要崩盘了 莫迪 说这个话 不是开玩笑的 莫迪 也是这一次的 直接的这个谋杀者和杀人凶手 大家要知道 不仅是大狐杰 他们称为这个学名叫做摩科狐杰 实际我们称为大狐杰 两千万人 他是十二年一遇的 十二年一遇的两千万人 那实际上印度的病毒早就已经非常的严峻了 那么我刚才看到有网友给我发过来 有粉丝给我发过来 说有些在国内打了疫苗的 去了印度 在反攻过去去印度的 感染新冠死了 所以我说一句话 钱是正不完的 现在哪里都没有中国安全 哪里都没有中国安全 别出国 现在在那边的话 你看印度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都成为孤岛了 现在正在考虑马上紧急撤 撤侨了 北京正是在印度紧急来撤侨了 情况非常严重 那打了中国的疫苗 到印度去都没办法防住 它的那个变异的病毒 大家看看情况有多糟糕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开启了 大家知道 你玩魔兽争霸 小时候玩魔兽争霸 是不是有简单的 中等难度的和令人发狂的 对 他就是进入了令人发狂的模式了 那你还打游戏 有一种模式叫恶梦模式 或者地狱模式 就是你所有游戏当中最难的 那现在印度就是进入到这个模式了 你进入到恶梦模式 地狱模式了 阿比地狱笼罩在德干大地上 这是对印度人的惩罚 有的人说 你这样说的话是不是恶魔 我说不是恶魔 为啥 他这些年打仗死了多少人 大家想想想是不是 他的这个 这种状态 这是他应得的 那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居然还有硬吹 印度人死了 印度人的死亡的时候 他的脸上都是有笑容的 他妈的意思说 中国人死亡的时候 脸上没笑容的 他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在想 他妈的这些公司怎么死不完的 或者这种傻逼怎么死不完的 站着说话不要痛 还有这种 日本吹 说日本人速度有多高 多高 说在大纳里排队很有秩序 实际上他妈在苏州 硬吹 给出三个理由 说 你们不能老 怎么老是朝着印度啊 第一个 我先 说这个三个点之前 我先说明白一点 说印度他妈人死的时候 都带笑容的 自己去网上去 去搜索图片 我这里有很多重口味的图片 关于他这次死亡现场 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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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的 这个现场 我看到那图片太恶心了 那图片我就不放上来 放下来 我估计会被吃黄标 我就不放了 感兴趣的 再往上自己搜一搜 你可以看到 真实情况 那活的 活的就放在柴火里烧死 身上烧的 那个面部 那个两个窟窿 两个窟窿 眼窟窿 都烧的 旁边的青人 旁边的 这种烧尸工 都是很绝望的这样 脸都扭曲了 都是这样的 很绝望的那种样子 蹲在墙角 印度人典型的就喜欢蹲着 然后脸舞在这 那是一种不自信的 心理学上讲 这种不自信的一种表现 绝望的表现 这个就叫做有笑容 那我也说过 印度人他自己人 都不把自己人当一回事 我们这些外国人 就别去替他操心了 真的 印度现在的那个 富豪 一趟飞行 要花90万到100万人民币 都要逃出去 那些发达国家 他们跑到当地去 多给钞票也要进去 印度保莱坞的明星们 现在在马尔戴夫度假 在这里这样拍照 他自己的老百姓 都对自己的老百姓 都不放在心上 我只是说 我只是同情 那些 我们现在今天在这里留言的 我的网友 我们只是同情 印度底层的那种那些贱民 他的 费舍 和那个 查迪里 婆罗门 这不是我们同情范围之内 那么这些货色是垃圾 他们是对 对抗的火种 但底层贱民 确实很可怜 对不对 我们是出于 这些人 他没有什么 他在印度一点地位都没有 而且他 我长期了解下来 他们对你 什么印度 什么领土 什么跟中国打仗什么的 没有任何的 概念 就是那些在闹事 那 硬吹给出了三个什么 在这个结构点 他说给出三个 第一个 印度的富豪比中国 更有钱 更牛逼 进福布斯前十 印度的富豪比中国多 说十个里面有四个 什么KP星格 什么老木 什么还有那个 后来李基民到卢森堡去 那个到英国去 那个密塔尔 这些 他要讲 还做什么 搞什么 信实集团那个老总 说 第一个理由就是说 印度的富豪 比中国的富豪 更有质量 更有钱 更有这个实力 这种理由也拿出来 第二是什么 说印度的电影 比中国牛逼 宝莱坞比你 比中国电影牛逼 他电影在国际上 更能获得认可 这个我已经讲过了 包括对赵婷 那个事情 我也已经讲过了 我说中国的电影 美国的电影 平反标准 它是极其政治化的 而且我们的语言 是说汉语 他们本来就是 跟他们就不通的 印度多数都说英语的 他这个电影工业 跟这个美国的 很多他背后 还是属于是 以欧美的资本 在那里投资的 只不过是在这里 开一个分布 打开亚洲市场 投资主体是欧美 你不要搞错 所以说这个理由 我觉得也太傻逼 第三个说 印度人真的很穷吗 印度人真的 天天像你们 吹的一样 很喝水吗 你们真的很无知 印度再怎么样 基本的水电保障 还是有的 你怎么能说 很喝水呢 对不对 因为我当时以为 这篇文章是高级黑 后来我仔细看一看 他妈的好像不是 还真有硬吹这样的人 然后还说 不管怎么样 印度都是有一个核武器的大国 怎么怎么样 又在那边吹这些东西 然后又说印度人的微笑 比中国人的要真诚 我就觉得真的很无疑 所以我说林子大 什么鸟都有 还有他妈的居然有硬吹 包括还挨大井 我不知道这个话 到底是不是挨大井讲 应该是挨大井讲 这个话很符合他的风格 什么印度人就算去死了 死亡了 面对死亡 他都是笑容的 他都是带着微笑的 对带着微笑的 带着微笑的 这么喜欢印度 怎么不去印度 对不对 你看到没有 像方方这些 埃德林这些 又是认同西方价值观 认同什么的 你看他 他只是嘴巴这样讲 迎合一部分 中国还有这种中上层社会的 这种心态 你让他去他妈的 去美国 现在让他去 他会去吧 他不会去 他乖得很 他比谁都拐 就像这些硬吹一样的 他们会到这个印度去吗 他不会去 他现在很怪 因为他只要去印度 他马上就得死 但是在网上 造成的影响很不好 不要认为没有硬吹 否则的话 怎么有中印边境冲突 有他妈的诋毁解放军 诋毁这个英烈的 是不是 所以还是有这种人存在的 有种人 他脑子里 他就没有民族 没有国家 没有中国人 没有同胞这个概念 这种人是很垃圾的 还有 我们各位讲 再说说看 另外一个国家 菲律宾 菲律宾现在 他这个疫情也失控了 由于跟中国 现在的这两天的 最紧张的关系 中国给他提供疫苗 他的海军士兵打了以后 这两天在南海海警 在南海 这一批搞 在南海搞军事演习 这批在南海 搞军事演习的 这一批货色 他就是打了中国新冠疫苗 北京被他们狠狠地甩了 所以说现在也 对菲律宾也挨打不理的 那么大家知道 菲律宾 它也没有 任何的这种工业生产 对吧 防护物资都从中国来 中国现在就给他 慢慢慢慢都给他 收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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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马上疫情就 就开始崩了 又开始 已经突破一百万了 所以大家想想看 想想看 现在中国 在新冠的背景之下 这新冠我估计 还得持续十年 五到十年左右 看不住 这个病 因为印度的情况 这个病看不住的 除非印度人死绝了 死绝了 所以我在想 如果印度人真的死绝了 我说中国 这个南亚五国 找中国来召开这个会议 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 到时候怎么 怎么把印度土地给分了 大家怎么分 开玩笑 那么你看到没有 菲律宾 我们在这个背景之下 只要稍微给他控制一下 他马上疫情就崩掉 所以说我 我们又再次当神坦迪林杰 我们再次破案了 为啥 这些国家喜欢跟中国叫的欢 叫的牛逼 叫囂的 都是转移国内的矛盾 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就是这个新冠 他们防不住 看不住 这是他们最主要的矛盾 最主要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总结出来 一点 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些国家 跟中国叫的越凶 它越是没有实力 来和你对抗 因为它自己的问题 非常严峻 非常严峻 都要到他妈的 要崩塌完蛋的地步了 所以说各位 我们 不要被 西媒的那些宣传 唬到 好像全世界都 他妈的围起来干中国 好像中国都是孤立的 你自己看 如果中国是孤立的 就拿南亚来看 我看好像印度 才是孤立的 周围劝国家 就要找中国来开会 东南亚也是 我看也就一个 菲律宾是孤立的 其他东盟国家 跟中国都在搞合作 搞做生意 是吧 到底谁他妈是孤立 好吧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贵梁 喜欢点赞订阅计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